本週新聞摘要 因應疫情 台北車站大廳即日起 減少群聚 防疫期間物聽性偏方 勤洗手不觸眼口鼻 才是抗疫症結 防疫無缺口 新北勞工局擴大東南亞商店防疫宣導 口罩產量提升 3月5號起成人7天可買3片 兒童5片 北捷北車站設紅外線熱顯向儀 將協助發燒旅客 禁訴就醫 歡迎收看NIA News 交通部發出新聞稿表示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 考量台北車站人員出入眾多 為避免群聚感染可能及防止疫情擴大 除台鐵局原有健康管理規定外 即日起自 10月30日 台北車站大廳禁止民眾席地而坐 及群聚 同期間 台北車站大廳停止租借舉辦活動 車站大廳在開放時間 將是疫情狀況 零行公布 盡情旅客配合 限職防疫關鍵時刻 台鐵局表示 盡情大家配合協助 也請給第一線執勤員工 支持鼓勵 一起共同抗疫 守護台灣 石藥署表示 目前醫學研究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之特性 仍未完全了解 在沒有確切的科學實質證據論述基礎下 對於食用部分食品 如大蒜水 紅茶與普爾茶 醋 可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傳聞 應該抱持小心謹慎的態度 不要隨便輕易相信 也避免再轉傳親朋好友 這類食品並無治療疾病的效果 其中 食用醋 脂酸鹼度PH值約為3 過量食用 更可能導致胃部不適 食藥署提醒 若有身體不適情形 例如發燒 咳嗽 急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 應依循正規醫療管道醫治 並遵醫主治療 物聽性偏方 而延誤就醫時機 此外 均衡飲食 适度規律運動 及保持正常作息 才是提升免疫力的不二法則 謝謝收看 我們下週再見